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講起土瓜環 大家的第一印象是怎樣呢? 唐柳琳琳琳 殘殘舊舊 還是疫症前內地團迫爆的景象呢? 一直被置於城市邊緣的土瓜環 一直被大眾所忽視 在政府提倡重建下 社區的價值又如何重新定位呢? 其實只要大家用心探索 不難發現土瓜環很多地方都充滿文化的氣息 除了坊間熟悉的牛排藝術村 還有不為人知的書店 和歷史悠久的學術研究所 就讓我們一起揭開土瓜環的面紗 美景街人煙梳落 附近除了車房就是洗衣店和剪髮店 不過就得到90後少女Joyce的清來 3、4年前創立Urban Space都市空間 年紀前由小舖搬大舖 在美景街經營書香角落 店內除了主要售賣香港社會發展 和韓國相關的書籍 店舖也經營了餐廳 可以給客人同時享受美食和精神食糧 Joyce本身是土瓜環的街坊 選擇在土瓜環開書店 一來是喜歡自己成長的小區 二來是土瓜環的租金相宜 不過小店尚代識書愛書的人發掘 現時經營仍然需要Joyce做翻譯freelance幫寶 行到累累地可以轉個彎去呼吸星球咖啡休息 一杯咖啡、一客甜品、一碟小食 就可以坐一個下午 原址的第一代是1959年開業 歷經半個世紀的白宮冰室 呼吸星球咖啡保留了原有的冰室卡座、招牌和吊線 還有不少懷舊小擺設 鬧市之中彷彿感受到五、六十年代的花樣年華 遠一點,靠背籠、龍浦道、校舍連連 其中新亞中學在二、三月舉辦書展 由新亞研究所圖書館展銷書籍 包括絕版書和早期的學報 書海壯觀,吸引了不少愛書的人到場選購 因為我們剛才有很多藏書 但有很多書籍就是很多舊書 有些舊書是很多老資不要的給我們 還有以前有出版社 我剛提到羅裘應先生 因為他們以前辦過出版社 辦過龍門出版社 這裡有些崇文出版社 所以大體就是他們轉給龍門 這些書短執了二、三十年 我們現在就準備清理了它 書庫最主要是兩層 下面那層就是放善本書和期刊 期刊為主 以後這些就是放近人的住宿 同時我們也有很多特別的收藏 希望能夠活化的一個很主要想法 就是能夠公開給社會 1953年 錢穆等南道香港的學者 創立了新亞研究所 導師有錢穆、唐君毅等著名的學者 經歷同香港中文大學分家 現在與新亞中學共用校舍 經營超過半個世紀的新亞研究所 早前首次辦書展 主要為了酬躁經費 以及向大眾推廣 這個香港不為大眾所知 又默默傳承文化貴寶的地方 同時研究所的歷史 也都印證了兩岸三地政治和文化之路 前先生覺得他成立新亞研究所 有一個很重要的想法 就是希望一方面 承繼中國傳統文化 同時在中西文化比較裡面 找一條出路 因為你知道1949年 中國是分裂 對未來的前途 大家都不知道怎樣 大家都不知道前景如何 他們都希望中國能夠重新再起 而且他們覺得文化很重要 新亞書院早期很艱難 後來獲得後 主要有台灣方面的資助 因為錢穆先生是很出名的事學家 他都是光哲人士 以前台灣的總統 就是蔣介石 我們叫做老總統 他都是光哲人士 所以也知道是錢先生 錢先生在抗戰時 有本很出名的書 是國史大綱 這本書是風行的事 所以就有些資助給他 但最重要的資助是來自甚麼 來自美國 最重要的資助有亞洲協會 有資助 想起最重要的是亞歷協會 Yarrow in China Yarrow in China 他們原來在湖南 他們是一個傳教團體 在湖南辦醫院辦學校 50年韓戰 所以不能夠在中國大陸 立足 他們就在香港找資助對象 選擇新亞書院 亞歷協會給錢很多 一年如果我沒有記錯 是25000元美金 那是很重要的 另外就有建築費 這間建築物 1956年六成 1955年研究所正式成立 現在我們研究所 是沒有政府的資助 台灣也沒有資助 台灣由李登輝開始不資助我們 所以我們以前沒有經歸問題 90年代之後 我們只是靠學生 新亞研究所圖書館 藏書超過13萬冊 其中線裝書5萬多冊 遠至先秦 近至現代 其中這本明萬歷年出版的三國志 裡面就收藏了前港督葛亮雄的印章 館內沒有電腦的設備 尋書要依作者或書名的筆畫查冊 研究所文人氣息濃厚 但並非一美首舊 校舍建築就具備現代美 新亞中學校舍 由香港第一代華人建築師 徐敬直先生設計 其中這座形態 是像飛碟一樣的園庭 是昔日新亞書院的標誌 據說 毛中三先生 經常在這裡 和學生觸為棋 我有幸見到他 他在園庭演講 我有份做紀錄 173、174年 如興時 因為他來做院長 但因為他主張統一 就跟那些老師不合 跟他有磨擦 老師就跟他有磨擦 余興時是這樣離開 兩年離開 離開就有 全韓正先生做新亞孫院長 其實新亞研究所說 發揚中國文化不是保守守舊 我舉徐老師為例 徐先生教我上課 他整個關心是甚麼 關心中國文化可否 跟西方文字處有接合 可否發展出民主出來 他是想這件事 他認為是可以的 他說中國有儒家思想的文本思想 文本思想可以跟傳統 即傳統中的文本思想 可以跟西方的民主思想可以接駁 他批評 你說中國是傳統的專制 因為可能到唐代 不是三層制度 根本對軍權有一個平衡 有一個制衡的作用 真是獨裁這是如明清以後的事 這個大體跟柚木民族的暴落主義 一方面我們很少談 元代是柚木民族 到明清清代都是柚木民族 當然有些說他半農業半柚木 但真是專制是明朝的自己 朱元璋 朱元璋就是他廢上 同時他們認為中國還有一個很重要 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是以文為本 我原來用共產黨的說法是為人民服務 中國的黨制是一黨專政 威權統治都仍是這個形態 黨制分兩種 一種是一黨專政 另一種是政黨輪體 現在是西方民主 還有台灣 台灣接觸政黨輪體 台灣其實早期跟大陸一模一樣 直到到蔣經國去世 蔣家思的兒子 他將政權開放出來 然後才有李登輝上台 李登輝才可以憲政改革 開始出兩黨政治總統民選 其實現在台灣的東西跟美國 將孫中山的東西轉為美國 但現在大陸還在一個黨制階段 一黨一黨就黨制 這個黨制怎麼改呢 這就是很複雜的問題 我沒有答案